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韩国的时事最终节目 播放了2020年10月份 在首尔发生的16个月收养女童 事件,而震惊了所有观众们 并引起了全国性的愤怒 而现在有非常多的艺人以及网友们 也纷纷参与 来表达自己的遗憾以及痛苦 乔妮是在出生6个月的时候 被张欣夫妇收养的女孩 而收养当时张欣夫妇已经有了4岁的亲生女儿 当时养父表示 收养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而是该受到祝福的事情 想要给女儿做个妹妹 所以决定收养了 但是,在收养不到几个月 养母就对周边朋友们说 对收养的孩子一直都不产生感情 也对养父说了 我们好像把收养想得太简单了 但是极度爱面子的张欣夫妇 并没有终止收养 而在收养一个月后开始 就对9个月大的抢业 做出了一连串情收不如的行为 大致整理一下的话就是 收养初期给了孩子鞋规钥匙 来当磨牙玩具 就好像拿着包包一样的 只是这样弄着脖子抱他 把孩子放在电梯把手上 若无其事地看着镜子整理头发 给孩子吃辣椒酱 因为不想闻到大便的味道 所以只给买一周岁的孩子奶粉 婴儿食品吃 一周岁的时候让孩子锁骨骨折 而且全身都有余气 把不到一岁的孩子一个人放在家 只带亲女儿出门 把孩子放在车上几个小时 只跟老公亲女儿外食 在婴儿车哭的话 就故意用力退婴儿车让他撞墙 下午7点就会把孩子一个人 放在黑暗的房间里 让孩子哭泪后自己睡着 而在这期间 也是按时参加了受养父母聚会 今年8月出演了 EBS电台的受养家庭特辑 表演了天使父母的形象 不过在这里最让人气愤的地方是 在养母这么发疯的期间 其实也有三次 可以救这个小生命的机会 2020年5月25号 因为乔英的脸跟身体 从3月份开始 没几天就会有余青出现 所以幼儿园的老师们就拍了照 向儿童专门保护机关报案了 但是在调查中 养父对警方说 腿上的余青是为了绞上孩子的乌心腿 帮他按摩而产生的 而脸部跟身体上的伤痕 是因为皮肤炎而产生的 希望不要对收养家庭有任何骗见 警方就相信了养父的话 以无嫌疑处理了 然后在一个月后的6月29号 养父养母的朋友 因为多次看到这对夫妇 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车上30多分钟 所以就偷偷报案了 但是在调查中养母对警方说 自己从来都没有纳扬过 太吓人了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这次警方也以无嫌疑处理了 然后是第三次报案 在养母做完疯胸手术后的9月23号 两个党员都没有上幼儿园的乔宁 这一天来到了幼儿园 而看到孩子的状态 不太对劲的幼儿园老师们 马上就带了孩子去了小儿科医院 老师们表示 真的瘦得很像非洲的饥饿孩子们一样 双腿都没有力量 站都站不稳 然后看到该情况的小儿科医院院长 亲自向警方报案了 但是 养母因为是刚做完手术 所以没有被调查 而养父只是表示 是因为口腔疾病没有好吃东西 所以才会变瘦 然后交出了养父朋友运营的 小儿科医院的证断书 警方这次也是相信了养父的话 结果在10月13号 在受养前这么活泼可爱的成因 在受养不到8个月 就以全身是鱼血伤痕 内脏破裂 头部肋骨手背多处骨折 腹部内都积满血的情况下 结束了16个月短暂 真的很短暂的生命 当时孩子的体重也只有8.5公斤而已 然后在警方公开的事发当天 行程上能看到 9点40分 住在张兴夫妇家楼下的居民 因为听到楼上 一直有将很重的运动器材 吊在地板上的声音 所以到楼上抗议了几次 那个时候养母只是急忙地道歉了而已 9点54分 给老公发短信说 要带去医院吗 行事上的 也就是说装一下 10点19分 把可能已经意识不清的孩子 一个人放在家里 送亲女儿去了幼儿园 11点32分回到家 11点42分坐计程车去了医院 这个时候计程车司机对养母说了 还是应该要叫119吧 这样在移动的时候 也可以紧急急救 但是养母拒绝了 11点6分到达医院 孩子已经是新停止状态 而孩子正在紧急急救的时候 养母却回到计程车 去找了自己的帽子 然后孩子在生死线徘徊的时候 养母却用手机上网团购了鱼板 还附上了爱心 对了 在孩子离世后 张兴夫妇买了3000块韩币的相框 将孩子安置在一个免费墓地 到现在都没有去看这个孩子 目前这对夫妇 只是承认了行量比较低的几个罪名而已 并且只有在检察官拿出明确的证据的时候 才会流着眼泪承认 然后对于验尸结果 因为外部施压导致内脏破裂的部分 养母只是表示 可能是亲女儿跳到孩子的身上了 或者是自己抱着孩子的时候 因为胸部手术的疼痛 不小心将孩子落下 可能是那时候发生的 否认了自己的嫌疑 但是 因为连一线都破裂了 而医师们也表示 一线要破裂的话 至少要达到AIS3分以上 AIS3分以上 试指需要在腹部试驾3800M到4200M的冲击 才会受到AIS3分以上的伤害 所以3800M到4200M的冲击 到底是哪种程度呢 成人拳击选手进全力挥拳的时候 会出现3700M 跆拳道选手 全力用脚踢的话会出现2713M 但是如果是把对象固定在墙上的话 马上就会上升到4023M 所以制作组就找了一个 身高体重跟养母一样的实验者 把对象固定在地板上进全力踩了一下 结果显示1778M 然后坐在沙发用双脚踩的时候 显示的是1927M 但是实验者从沙发上跳下来踩的话 显示了3246M 第二次跳的时候是3869M 事发当天 楼下的人说 楼上一直有很重的东西掉在地板上的声音 所以很可能就是 当然这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养母真的就是从沙发上跳到孩子身上了 但是最起码要施加同样的力量 一线才会破裂的 才刚学会走路的这么小小的孩子 要用身体承担这些痛苦 真的是 希望这次韩国的法院不要再给我们失望了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